各位好 今日香港国庆假期 港股休时一天 港股假日分析 京东集团9618短中期最新形势 图表分析 我们先看看平均线整体分别形势 新日线图上 当然是 指数在这里 五天平均线 二十天平均线 五十周平均线 四一字 显著利好 升上去 昨天是连续第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不是九 九个假日升时 连续三个假日阳烛 厉害了吧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138.9至156.3 看错了 138.9至146.7 是对吧 还有 然后昨天有个小型列头 155.2至156.3 第一个被保回 完全保回就是警号 暂时未有 这个情况出现 OBB就厉害了 一路数到全期 所谓全期就是这张图上去看的 最高位 上升动力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辅助分析指标DMI 也显著利好 正DMI一直胜 负DMI一直跌 上升动力和下跌动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就是日线图形势 周线图形势 短中期 周线图 今个星期未完 暂时连续第四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是星市 连续第四个星期是阳烛 非常不错 有没有上升跌口 上个星期高位155.2 今个星期低位156.3 一样是有上升跌口的 暂时 今个星期少了个交易日 过不过上升日 有些怀疑 但我相信 机会还有四成 虽然少了 少了一个交易日 提提提各位 就算今个星期打风也照开市 讲股 因为9月23号 就开始出现这个新措施 OBV 上来未过到这个位 现在是-316 这个位是-238 即是虽然指股价升破了 5月24日 结束星期的高位138.8 但未被OBV确认 未算确认 不过今个星期只为维持升市 最好维持迷洋畜 OBV应该随着成交增加 而是胜拓的 不用太担心 这个是大家 DMI 辅助分析指标 ADX 回到20流上 正DI明显高过-DI 所以利好的 平均市场分明是5周 高过20周 20周 高过50周 股价高了三条 和短线一样 长线和短线一样 周线图和日线图一样 中线和日线图一样 周线图和日线图一样 即是中线和短线一样 就是平均线整的分明是显著利好的 我们再看一张日线图 看短线和中线 短线和中线 我们的标题 就是中线最少人写的 短线 刚才各位 有两个上升率很重要的 就是这里 138.9 这张日线图 138.9 就知道 146.4 146.7 应该不会被补回 今天周末之前 不要说完全保回 是保回的机会极难 我们看另一个小的上升 155.2 至156.3 这个保不保回 是关键的 就是今天周末之前 稳妥点看下个礼拜一 如果不保回 市值可以继续升 保回完 你就预备一个短期的调整 不是预备 应该是心理准备 已经开始了 这个呢 还有一个位置重要的 这条线 很近这个上升 很下方 在5月20日高位 138.8 这里是138.9 是否非常接近